大家好,歡迎收聽第二次電台,我是瘋仔 星期三晚週中凌晨時分 英超加開快車就踢了一場大戰 利物浦主場迎戰車道士 雖然最近七次我們兩隊對碰都是以和波收場 車道士近五場聯賽也取得了四勝一負的佳積 但在高普的請辭效應加上主場出擊下 這場聯賽杯決賽前哨戰可以說是打出了全季最精彩的表現 以實力斬壓過車道士,打出4比1比數大勝而歸 兩場聯賽大戰先過頭關 開始之前,正式公布我宣傳一下體波活動 聯賽杯決賽前哨戰,當然是宣傳聯賽杯決賽的體波派對 2月25日11時長波開始 場地10時半開放入場 詳細資料現在畫面的宣傳圖片中就看到 或者影片資訊欄也有寫 報名表格Google Thumb的連結就在資訊欄也有 到時可以和大家一起經歷高普手下最後一季 希望是第一場應付的決賽 亦都希望見證到第一罐的單身 宣傳完之後就說回長波 首先就看出場陣容 滿章位置是艾利神 中堅是光拿迪和雲迪克 兩集位置賽前都說主要是看兩個主力復操之後的狀態如何 結果今場仍然都是用回踢開的祖高尾斯和干拿巴特利 中場位置防中麥克里斯達 中場中居力斯宗斯和蘇布斯麗 前線左翼迪亞斯右翼早達中鋒是紐尼斯 後面翼上有門將吉利夏 中堅查韓爾坤沙 左閘羅伯神右閘亞歷辛達羅 中場艾利諾 加分比 尖士麥干勞和波比奇勒 前線有加普 中場球的形勢其實很簡單 車路士有嘗試在後場用波做波 都有幾腳讓他們可以先傳一下 所以在控球拳上看起來就不太差 都只是51%對著49% 基本上是打和的 但如果從射門的數字去看 28%射13中對著車路士4%射3中 就看到雙方的形勢相差得多遠 基本上車仔在後場想猜球上前的難度是非常之高 很多時去到中場的位置 我們第二層的壓迫就能夠成功搶球了 今場尼門40碼範圍之內我們贏得的控球拳 也就是數據上面稱為的High Turnover 是多達12次的 而我們那邊失的次數就只有一次 可以看到那個壓迫的成效有多高 而這張全隊的Hit Map 都可以看到 車路士淹橙淹紅的位置 就是在龍門口和中圈位置的附近 而去到前場、禁區頂、禁區內 都只是一些很輕微的顏色 而我們這邊 黃橙紅的區域基本上都是過了半場的地帶 從數字上來看 長坡在我們的後場只有17%的時間 而車仔的後場區就有38% 多於雙倍我們那邊的時間 而中場區就有45% 所以可以看到基本上活動範圍 都是圍繞著車路士的後場 真的完全壓著對方來打 甚至乎普鐵天盧賽後都心服口服 認為不需要找任何的藉口 我們這場球的表現是值得贏球的 基本上開球的頭段 都是被紐尼斯壟斷了射門 幾天去到禁區外的射門範圍 都立即起腳 不過除了一下中微之外 其他都不中目標 18分鐘有一下 哥拿迪直接放過長槌去禁區 紐尼斯追到上去左邊 然後第一時間左腳射向軟 這下門進落地夠快插到 然後再中柱才彈出 然後到23分鐘 即為以左邊助攻的時候 被巴特利在中場附近搶到球 同數姆斯在做過短的撞場之後 巴特利就開始長驅直進了 去到三閘線附近的位置 就交入中間給祖達 然後他就一條直線地向著 塔高斯華和巴迪亞舒利 兩個中堅衝過去 被他困過了斯華之後 形成一個單刀的狀態 揹著一件在後面 再躺身用左腳射入球球 終於將上半場後段的優勢 兌換成一個實際比數上的領先 接著31分鐘 居歷史中斯右下左邊的大位 右腳射過軟處的地球 被門將撲出了 這下其實都很大威脅 34分鐘 中斯在禁區頂第二點搶控球 就快安數菲林迪斯一步 對方的飛鏟邁利就犯了規 拿了王牌 不過蘇布斯麗的罰球就射中人牆 然後到39分鐘 小麥在中場交球給迪亞斯 然後再分球給右邊空了任上的巴特尼 他看空了之後推兩步殺入禁區 就在右邊位一腳轟向軟處的網仔 響袋入網 成功拉開到兩球的差距 然後保持階段 一次死球的二次攻勢 祖哥美斯後場一個長拳分邊被雲迪克在左邊胸口一空 然後落底線傳中 祖達涉前柱拿到球 但被對方踩到鞋面侵犯了 球證直至12碼點 這球由紐利斯去主射 可惜再次射中柱 未能進一步拉開紀錄 而這段時間之內 安數菲林迪斯都來了一個超過30碼的絕望遠舍 威脅就沒什麼了 但都叫做幫車仔在上半場拿回唯一一次射門記錄在手 我們就拿著這個2比0的比數進入欣爾什 接著半場車路士一口氣換了三個人 尼干股、古斯道和梅迪力都入締了 換走乾尼加拉加、哲維爾和馬道亞基 下半場初段曾經都見到車路士有一點點起色 反擊終於都打得出來了 51分鐘,雲迪克一次去到左路 錄斯達寧的球就飆失了 跟著斯達寧送球上去 被後上的古斯道員邊路殺上去 去到禁區K座位的時候 地球失去遠處被走空的梅迪力 但他第一時間左腳撞射 直飛我們新起好的NVROADN看台的上層位置 幸好我們擴建了看台 不然球都不知道會不會飛到球場外面才能撿回 車路士錯失了這次最近紀錄的黃金機會 接著65分鐘 雲迪克一個後場轉邊的場傳給巴特尼 他控下來之後再壓向底線傳中 中間的蘇布斯里頭鎚頂入這一球 拉開到3比0的優勢 基本上就可以將場勝仗鎖定 接著高普也嘗試給相遇的球員 拿回比賽狀態來換人 羅伯神、阿洛、加普和艾利諾都入場 換走了祖古美斯、乾納巴特尼、蘇布斯里和祖達耶 一口氣換了4個人 不過這次換人之後 認識是有少少的變化 車路士拿回少少的攻勢出來 結果71分鐘尼干谷在禁區中 被幾個人圍住 但仍然都找到空間可以轉身 避開小麥和雲迪克 再起左腳射穿了哥拿迪的大小軟處入網 追回近去到3比1的比數 而尼干谷在這一球的質素 亦都顯示出來是不可以看小 明明機會不大、空間不多 但在禁區裡給他控球有時間 就竟然射得入這一球 接著75分鐘 羅伯神接應蘇布斯里的直線 到底線那隊傳中 紐尼斯頭鎚一頂還未彈出 又來多一下中門框的攻勢 不過既然他自己這麼多次都不進 就轉個型去貢獻球隊 79分鐘 紐尼斯接應小麥的直線壓向左邊 然後左腳傳中被遠處的迪亞斯橙射入網 再度拉開至4比1的領先優勢 亦都隨著這個入球 將車路士最後延起的鬥志都淋釋了 賽果鎖定在4比1的聯場 我們聯賽取得4連勝 繼續守住榜首位置 而這一場是高普帶領利物浦取得的 第二百場英超聯賽勝仗 不過今場都算是難得地覺得球證給了不少優勢 上半場的加拉加和下半場的尼干股 兩下雲力克的出腳球證都沒有吹到 當然痛撞未至於很嚴重 所以BAR看完都沒有推翻球證的判決 又或者巴特里的入球 早達和哲維爾都在互相拉扯下跌低了 這些都算是可判可不判的情況下 但你全部都傾向我們那邊 甚至乎有些中場的增長 有些5-5波的吹罰 很多時候都對我們有利 所以今場的確是挺有魂 之前有些球迷都說過 高普要走的時候 說到自己很累 沒有了能量 是不是英超球證的犯錯和偏坦 都是造成他沒有能量很累的其中一個成因呢? 現在高普說走之後 球證馬上對我們比較好朋友 就算了 不過下場對著阿仙奴的比賽 就有David Corti去做VAR 他之前有什麼封攻偉跡出現過呢? 就是我們主場對阿仙奴的時候 他也是做VAR 對奧迪加特的手球 事而不見沒有給我們12碼 委比這個PGMOL的主席 都公開承認這球應該吹罰12碼 但現在賽會又再安排COTI去做同樣的戲碼 次循環的VAR 真是一個很奇妙的安排 看看是不是高普請辭效應之下 會令到情況對我們有點不同 接著就看看個人表現 今場最佳球員 基本上我覺得就不容許大家討論或者異議 一定只有乾娜巴特尼一個人 季初因為壓力性反應的問題 休息了三個月的時間 所以初期那些歐巴分組賽和聯賽杯都沒有他分 正常這些機會應該是給年輕人表現自己 但他錯失了 直至到近來他操起了 又因為阿諾有個受傷的情況出現了 才讓巴特尼有機會上位 但他最近連續五場正選之下的表現 的確是令人眼前一亮 這位上季踢英甲保頓的隊內最佳球員 水準是超乎了大家的想像 現在就好像見到一個年輕右雜板的羅拔神 這場相對上防守所受的考驗不算多 但巴特尼上前壓迫搶球是很積極的 除了去到中場甚至乎上前場迫 從防守數據上看他都算挺帥 三個成功的攔截 12次地面爭奪贏了8次 第一個入球正正就是巴特尼在中場的位置 截停了捷維爾的球 然後才發動這個攻勢給祖達入球 而進攻方面他射入的一球 大家不知記不記得我上場的蔡宏萍才說過 巴特尼對於自己起腳的意欲就太低了 今場他立刻就起腳射回球給大家看看 而且還要是一個右邊位右腳抽向遠處網仔的漂亮球 有點像紐尼斯季初對著紐卡蘇入的兩球 埋門質素那麼高 射入了他為我們效力的第一個一隊入球 這個新人入球更快過祖高尾斯 而查韋昆沙這個中堅亦入球更快過祖高尾斯 另外還有第二個助攻就比較像典型的集位球員 邊線推上來做傳中 然後蘇寶斯禮頭錘頂入 如果紐尼斯再把握得好些的話 上場打了紀錄之前 巴特尼有一球釣過高球直線上前 是創造了一個半單刀機會出來 不過紐尼斯入隊禁區嘗試凸射不成功 但都已經令到巴特尼今場可以成功收獲到一個入球兩個助攻 今季暫時合共一個入球五個助攻的數據 全部都是近三場一個星期之內取得 即是說這三場的長軍都交出了兩個入球貢獻出來 上場我都已經選了他為最佳球員 實在是隊內的風頭人物 踢得那麼順之下 接下來作客阿仙奴的大戰的右閘位怎樣安排好呢 阿諾上場都已經復出 今場就繼續後備登場 究竟高普會不會安排他們兩個同時在場 而將阿諾推上去中場呢 那麼出色的表現 再加上次首死馬天利利的往績 巴利利繼續正選對著阿仙奴好像是一個合理的選擇 現在高普就真的面對著一個很困難的用人選擇 第二個我覺得踢得很好的球員就是祖達 之前有一段時間我經常都說他是隱形戰機 除了入球或助攻的下基本上都不見人 但最近兩場是明顯不同了 前場的迫搶攔截做多了 又肯現身幫手打配合 自己帶球打敗亦亦都沒問題 今場攻入的第一球就接應了巴特利的橫傳 然後面對著兩個中堅都夠膽直接衝入禁區 當然他那一刻就沒有任何的傳球選擇 因為唯一支援他的紐尼斯就越謹慰 那麼祖達自己也要放手一搏殺進去 結果和泰哥斯華拍完之後 就撞了過去形成一個單刀的機會 一邊用新位頂住巴特加舒利 另一邊就躺身左腳射破門將的十指關 這球能夠入 巴特利能夠搶到的球當然很重要 但本身交出來其實就不算是一個很大的機會 都是靠祖達自己創造出來這個單刀的機會 這球是祖達今季的第十三球 聯賽入面是第八球 近四場球入了四球狀態非常好 沙拿決陣這段時間他就承接了入球的責任 除了入球之外他也搏到一個十二碼回來 或者是否一個很嚴重的犯規就不算 但祖達個人很聰明 你在禁區入面踩到他的腳面 他當然會跌下來搏吹罰 就好像對紐卡索那時 滿章碰到他的後腳 他都立即跌下來搏十二碼 這球吹罰也是沒有什麼疑問可說的 可惜就是紐尼斯射失了 否則上半場領先夠三球 都實在是可以早些換阿洛或羅伯神 這些進來拿下狀態 等下場對阿仙奴的時候可以再多些人用 至於前線還有另外一個主角人物 就是達雲紐尼斯 今場他的射門次數多達十一次 都已經佔了球隊總共二十八次的攻門 接近四成的數量 當然有幾下是機會不算很大的遠射 但整體來說 我想大家不會對紐尼斯今場表現有什麼不滿的地方 即使他不能夠取得入球 只能說他不夠運 因為他今場合共有四次中微中柱紀錄 上半場一次遠射中微 一下左腳半單刀被門進撲完再中柱 一下就12碼中柱 下半場就投隨中微 這是英超自0203球季開始搜集中微中柱紀錄之後 首個單場就錄得四次中門框的球員 而再誇張一點的就是 現時紐尼斯英超合共擊中了門框九次 而第二的六位球員都只有三次 即紐尼斯中門框的次數是第二名的三倍 單計今場已經多過了所有其他英超球員 今季一直以來的紀錄 所以可見到今場四次是多麼誇張 而我想說他的烏乃圭同鄉 利物浦近代第一神風蘇瓦雷斯 開頭來到都是瘋狂地射中門框 看看201112球季的數據 蘇瓦雷斯射中了門框八次 是全英超第二名的 但大家不要忘記 他是一月的轉回槍才加盟我們 即是比其他球員都打少了半季 而第一的雲佩斯都只有十次 而從英超有這項數據的接近20季來看 能夠達到單季雙位數中門框的球員 其實就只有雲佩斯的一千零一次 可想而知當年蘇瓦雷斯中處中眉的紀錄是多麼誇張 而半季多一點就擊中門框九次的紐尼斯 也是一件很瘋狂的事 究竟烏乃圭人是不是玩開COSPA Challenge 即是喜歡射門尾 鬥射門尾的事情 而在這麼多次中門框的埋門之中 其實處理得都頗不錯 尤其是左腳射門和頭鎚 都是應該入得 唯一我會認為那個十二碼 真的應該要把握得好些 紐尼斯職業生涯之前射過十二次的十二碼 幫艾美利亞和賓菲加射過 還有今季歐霸都幫我們射過一次 而這次是第十三球 第一次射失十二碼 所以高普其實決定給紐尼斯射是一個合理的決定 只能說他真的太過不幸 不過最終可能紐尼斯都覺得自己 既然進不了球就轉去做助攻 交了一個全中球給特瓦斯近門撞 攻入第四球 收獲了今季他英超第七的助攻 不經不覺他距離助攻榜的沙拿 查比亞和屈堅斯都只得一球 今季終於不再留於我們自己球迷 覺得他對比賽有影響力 而實際數據上都看得出他的貢獻 令眾多批評者終於沒有說話好說 但當然他也要拜神才行 接下來龍連看可不可以轉運 入球運好一點 不要再中那麼多門柱門尾 而迪迪亞斯其實我覺得他的表現相比其他隊友 就不算特別好 當然數據上他收獲了一個入球一個助攻 評分網一定比他不會太差 反擊分球給巴特利的入球 以及尾段接應劉尼斯的傳中在門前撞入了 這球是他今季各項賽事的第八球 但英超其實只是入到第四球 但我覺得他實際上在邊路所產生的威脅就不太多 很多時單對單都看不到他挑戰對手是成功的 自己今場的埋門一次角球投球就大撻 以及另一次擲位射門都不算是甚麼機會 因為迪亞斯的發揮始終都是太飄忽 基本上每場會踢出甚麼表現完全都沒人猜得到 今場差但下場又可以突然很好 完全都無從去估計 沙嵐不在陣這段時間 幸好紐尼斯和早達都挺身而出 否則我們的風扇其實都可以很嚴重 之後到中場的位置 今場我們的壓迫能夠令車路士過不了半場 這條中場遮線、封位、搶點的工作是最大的功勞 對方的兩億防中組合 安蘇法蘭迪斯和卡斯道都完全不夠我們來 首場還的時候 安蘇法蘭迪斯的表現其實是非常出色 但今場就完全發揮不了 居力士忠師今場踢得很好 尤其是比賽的初段都幾下車路士嘗試出來 對我們的中場控球做壓迫 但宗斯在被幾個人圍住的情況下 仍然都可以護得著球拋給隊友 迫搶的第二點工作也做得很準確 所以對方想發動反擊都不是那麼多機會 而且上場他還有一次射門質素都非常不錯 左邊位用右腳踏射去遠處 可惜被門將擋出來 而高普賽前都說 宗斯今季實在進步了很多 兩年前根本都沒有人想像過他現在是對球隊那麼重要 他是隊中很穩定地表現中的球員 而剛剛才年滿23歲 而且是歷史自家的清訓 連同今場另一個正選的清訓 可以看到現在隊中的年輕人都很令人興奮 至於防中的麥卡利斯亞都是今場踢得很好的其中一員 他慢慢適應到自己作為防中的任務 可以倒截到對方的反擊攻勢 今場19次地面爭奪贏了11次 還有8次成功難截是全隊最多 而且是多過全場其他人一倍以上 可以看到他現在就真的展現出對中場的控制力 防守之外 他的傳球功夫更加本身就是他的賣點 今場送過一個直線給紐尼斯遠射中尾 72次傳送有66次成功 超過9成的全球成功率 而他和宗斯都面對著車路士做的前場壓迫應對得很好 小範圍的轉身控球擺脫對手的動作 然後交球出來給隊友 他們兩個聯手是令車路士輸了中場的主因 而比賽的尾段有少少受傷而暈 小麥就跟對方膝撞膝下很痛地倒地給軍醫治理 而且當時我們已經換了所有人 幸好他之後還叫做能夠回來踢 所以應該傷患問題就不嚴重 希望不會影響到他星期日出來對著阿仙奴的比賽 至於相遇之後第一次打正選的蘇寶斯黎 相對另外兩個中場的拍檔就踢得差少少 以前的泰波推進或者精準場傳傳中都未見到 可能相遇之後狀態都未算好 就連他加盟前大家引頸以待的直射弗球 今場兩次的機會都只能夠射到人場 角球斬出來的威脅亦非常有限 可能我們對他的期待都比較高 今場其實他踢得不是說差 但就未到他以往的表現水平 而最終他都殺入禁區攻入了一個頭錘的入球 以我以往的資料搜集 其實蘇寶斯黎的頭錘能力一向都不算好 即使他身高都頗不錯 這個應該是他職業生涯中少之又少的一些頭錘入球 不過都是他今季的第五球 中場位置的入球量追上了居力士忠師都是五球 希望蘇寶斯黎可以盡快提升回血的狀態 接著到後防的位置 今場祖寶斯交出了一個高水平的演出 他與干納巴特尼兩集都是幫手迫到中場的位置 去打斷車路士反擊的重要人物 今場作出了三次的攔截全部都成功 而且長傳功夫都頗不錯 今場八次的長傳五次成功 其中一下後場分去左邊被雲迪克 不計而搏到一個神業物回來 繼承了雲迪克在後場長傳分波的伊勃 自從中堅坊那季重傷之後 被人罵了這麼多年的祖寶斯 今季終於都再次獲得球迷們的信任 就算羅賓神鳳出 現在我都不太肯定是否有需要立即交回左閘位 下場大戰阿仙奴要面對著沙卡 再次使用狀態大勇的祖高尾斯 會不會被受傷三個多月後都未正選過的羅伯神來得合適呢 至於中堅位置 今場所授的考驗不算太多 有時都還有些餘力可以推上去幫忙搶球 或者做傳控 其中紐尼斯上半場左腳射門被門將撲中柱 如果下就是來自高尼迪家後場的長傳 整體發揮得相當不錯 而雲迪克今場在進攻上 長傳都很準確 下場有球後場分邊給巴勒利的長傳都交得很精準 很到位 之後就造成了蘇寶斯里的頭鎚入球 亦都在禁區入面接應祖高尾斯的長傳 胸口控下來再橫傳給祖達駁到12碼 不過我會略嫌雲迪克今場的防守表現是可以改善一下 例如梅迪力左腳射高過一球 雲迪克是標史達林的球飆失了才造成那麼多空間被人反擊 尼干股那下禁區內轉身的射門入球 雲迪克也有權可以再迫近些 不要讓人那麼容易轉身射球 還有兩次禁區內疑似的犯規都幸好球證沒有吹到 否則雲迪克今場都頗難辭其咎 去到門將的位置和後面落場的球員 就沒什麼特別的事去說 最終球隊成功以4比1大勝車路士 聯賽四連勝之下以51分繼續排榜首位置 第二的曼城 昨晚差不多時間踢的 以3比1敗搬離 主場的時候還要對著護級隊 贏得到都是預期之內的事 現在他們少踢一場但是少我們5分 即是如果計算失分的話 就只是失多我們2分 要和曼城爭冠的話 現在容錯空間都看到是相當少的 不過幸好的是 現時我們得失球差比曼城好5球 就算曼城保賽贏得到 只要不是大勝的話 我們還有少少優勢齋首 所以接下來除了分勝負之外 我想每個得失球都足以影響著餘下賽季的走勢 至於第三的阿仙奴 前晚就1比2作客擊敗了森林 和我們同場次之下落後5分 下場星期日我們兩隊就要硬碰 還要作客的情況 會是我們之後還能不能掌握到 英超爭冠主動拳的重於一仗 1比曼城爬回頭 就真的未必再有第二次機會可以上去 第四名是昨晚反勝奔福特3比2的熱刺 他們現在就跟我們同場次之下落後8分 第五名的阿士東維拉 同熱刺同場次同分數 前日輸給劉卡數之後 令到他們再跌下一位 近場他們只贏得一場 比之前差一點就可以上榜 近況是回落了不少 第六位的球隊已經脫掉了超過15分 就是韋斯咸 而曼聯被白禮頓和劉卡數爬了頭 就跌到第九名 不過今晚他們將會作客對著狼隊 有機會上回前一點 而昨晚輸給我們的車路士 就去到第十名 如果今晚狼隊贏球 他們就直接跌到下半版 接下來下場球 是什麼的話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今集的蔡右平也提過很多次 就是星期日晚12點半 我們要作客對著增標對手之一 的阿仙奴 雖然今晚早點的時候 我都說過一次 實際上我不太當阿仙奴 是有力奪冠的球隊 但排位和分數上 他也是和我們算幾接近 所以肯定是一場硬仗 連續對著北倫敦雙鴻的比賽 現在就過了第一關 如果過了這關 能夠贏得到的話 增標的希望是提高了很多 而踢完這場之後 比賽就排得比較鬆 下星期六才要再對搬離 然後繼續一周一賽 下星期六 2月17號對著奔福特 再到2月25號 聯賽杯決賽對車路士 大家記得快點報名參加 利氏台聯賽杯決賽題目派對 報名表格和詳情 去影片資訊欄可以找到 今集就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支持 喜歡這條影片可以訂閱這個頻道 利氏台奉比賽每日中午時段出片賽後評 其餘時段都會不定期為大家 報導有關球會的消息 和風仔的個人分析 間中還會直播路面和大家聊天 又或者直播旁述一起看球 想更實質支持風仔的都可以加入會員 每月最低只需15元 我是利氏台的風仔 下次再見 See you next time